字幕提供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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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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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 那我是本身背景是小兒感染科醫 我之前是在林口祥跟training 那training結束完之後 我有去當基層的診所醫師 大概當了一年半 然後其實做一般診所的醫師 跟做公衛差蠻多的 我覺得我自己的興趣是在很多的感染症 尤其是一些細菌跟病毒跟生物有關的東西 所以很慶幸 大概是在去年而有才來一年多 然後就很慶幸我也有apply上那個防疫的醫師 然後就進入公職 那好像在CDC當防疫師要來台大上課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 那我今天我這個題目是我自己挑的 主要是因為其實因為大家知道 從去年已經好久 大概2011那個H11 新H11 後來之後大概好幾年 全球安靜了一陣子 那大概又是從去年還有今年 有這個Ebola跟MERS的這個狀況 又是一個大瘟疫 導致全球我們都蠻恐慌的 而且做了很多的功課去應對這個防疫的疫情 那所以我後來我挑的題目就是Ebola跟MERS 像說大家的記憶可能也還游行 因為是去年這樣大流行 那這一年來有很多很多的功課跟反省 那我就是從裡面擷取一些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東西 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希望我們的上課呢 我是希望盡量是比較美式的方法 就是說我希望你們可以隨時打斷我 然後你們有什麼想法可以隨時提出 那其實今天我也沒有先給老師slide 然後也沒有講義 因為裡面我大概有一百多張全部都是照片 或者是一些新聞的故事 或者只是一些圖片 就只是想要分享一些想法跟概念 那我在備課的時候 後來都完全在做Ebola 因為光是Ebola 我就裡面太多東西我就做不完了 所以後來MERS的部分就比較偷懶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MERS的部分比較簡短 MERS的話是今年大家知道在五六月份 大概在四月中開始 就是韓國有這一波 他們是從境外移入 有一個病人是去卡達 但是他一開始 那個醫生可能也搞不清楚卡達 其實是在中東的疫區 他們都只記得阿拉伯 那他其實他是去那一堆中東國家 繞了一圈之後 他最後出來的國家是卡達 所以後來大家就可能在第一時間 他可能也是像我們台灣這樣先去診所 診所後來就又去區醫院 區醫院又住了好幾天 然後狀況不好他好像又去了診所 很奇怪他們想說要換大醫院 中間又挑了一家診所 後來他才又從那家診所 大家記得吧 最後是去那個首爾三星醫院 首爾三星醫院是在首爾地區 非常非常大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林口長根 或是台大有去求診 那邊急診的經驗 就記得說那邊的醫院是很大的 他不是在首爾醫院造成 三星醫院造成大流行的那個case 但是第一個case後來是到了 大概是教學醫院級的醫師 那邊急診住院醫師 終於有一個人醒過來 他該不會是MERS吧 那不過等他們發現這件事情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後來那個 總共傳了186個病人了 一直院內感染越爆越大 那目前這個只是 大概是五六月份的一個epi的更新 那大概現在已經將近可能有2000人感染 那也有大概幾百人死亡 那死亡率的部分 在之前的統計 大約我們對外的說法都是40% 那可能感染源大家應該關心公衛的 大概略有所聞 大概就是譬如說 主要是跟駱駝有接觸 那另外的話 另外一個感染的重點就是院內感染 那台灣做好準備了嗎 那我們昨天也才去 我們中心才去跟醫院做應變醫院的一個演練計畫 就是如果有一天有真的這樣子的case通報 到底大家要做什麼 這是公衛就是很多人的一起合作 大家要在各個人的位置上面要做哪些事情 大家準備好了嗎 那我們很慶幸沒有被那個韓國失入病例 所以我們在今年的疫情的部分 我們目前都是零病例零檢出 那韓國的疫情為什麼如此嚴重呢 主要在WHO有簡介幾個 就是說他們覺得可以檢討的部分 那其實在韓國的部分 我們看到他們的疫情 這傳得非常誇張 譬如說最誇張的有一個是 他們是說大概約可能 我記得那個好像是60吧 有一個病人 他兒子因為TB 然後他是接觸者 後來他有發病 他後來就是去那個韓國的首爾三星醫院 急診待診 他留關了兩三天 在那一段期間內後來陸陸續續 我覺得可能是一個傳一個像包肉粽一樣 那一串人 但是最後就全部都推在他身上 那個好像我記得好像是60個人 一個人傳60個人 好像沒有到一個破紀錄的狀態 就是傳了這麼多人 但是我相信裡面一定有一些 你仔細去看可能是次波的感染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韓國的疫情為什麼會這麼嚴重 有幾個分析起來 就是說醫護掉以輕刑 像前面的時候他進來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人想到要去問他的旅遊史 後來才想起來要去問旅遊史 所以那時候大家也不見得所有的醫師 對這個MERS 還有對一些新興傳染病 都會像大家在第一線工作的人 或是在比較關心感染症的人 比較關心感染病的人 他才會有認知 那很多時候對一些新興傳染病 對一般的醫師來說 我們也是要一直加強再教育再教育 那再來我們說韓國的急診非常的擁擠 那在台灣我們有比較好嗎 感覺起來其實我們兩個國家的環境 是差不多的啦 在韓國在短時間就累積了大量的病例 在中東已經過了兩三年 那個病例數差不多才是相當的 那當然有幾個原因我們可以懷疑 是阿拉伯半島那邊有低暴的狀況 或是真的在那邊比較空曠 或是因為那邊的婦女都有蓋住他們的口皮 臉都沒有被人看出 就像戴口罩一樣 所以都減緩了 或是他們已經佔地流行了一陣子 他們的血清都已經有抗體了 他們對這個MERS-COVID是有抵抗力的 所以沒有傳染向韓國那麼嚴重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假設可以去推測 但是假設這一個新興傳染病 有一天來到台灣 我相信應該是跟韓國差不多慘 只是說我們現在經過這一次 雖然不是發生在我們國家的瘟疫 但是我們也是要提升我們自己的應變能力 譬如說在減傷還有低限的醫師 或者是請民眾自己就提高這個警戒 如果你有一天去杜拜晚回來 回來不舒服 你先不要去看醫生 你要做的是什麼? 先打免費電話 你可以先跟我們聯絡一下 或是你先跟衛生局講一下 那我們安排你來就診 讓這個動線是規劃好的 盡量減少不必要的這個接觸 不然你先去急診 那邊就接觸了一大票人 那你又框很多很多人 然後再去急診後診 又等很久 然後跑來跑去 你這樣子這個接觸者可以到上千人 這樣子之後再來去追究這個接觸 還有就是要去做這個健康管理 對公衛來說都非常的吃力 那再來還有這個習慣逛醫院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首例個案 他在被診斷MERS出來之前 他看了幾家醫院 我剛剛講一講 三、四家 好像是四家醫院吧 所以就是我們也是啊 這一家看不好 那明天再換一家 這家看不好再看一家 那每一個人 在你真正被診斷出你的疾病 平均可能都是逛了兩、三家醫院 那如果你的病是像MERS 或者像伊波拉這種高度傳染 又是新興大家比較陌生的疾病 並不是每一個醫院 都有這樣的檢驗量能的時候 那我們可能就已經造成感染了 造成很大的刺破的感染 再來的話 親友碳病文化 他們也是有一個個案就是 後來是姐姐、弟弟、老婆 就是第二號個案 他兒子跑去中國大陸的那一個 他們家也是全都種了 很多人被守立個案他的病友 他的其他被傳染的人 就是去探病的人 有些人只是經過急診 也被感染了 那現在有一些我們去 像這一次台南 我們有下去看他們的應變醫院 現在有一些 醫院已經有做到比較好 就是說他們要是 要有陪病症才可以進去 不過大部分的醫院在探病的部分 管理還是比較就是稍閒鬆散 就是說你想要去看就去看 也不會有人來問你是誰 你是他的誰 你現在有沒有發燒 你有沒有感染 你可不可以進去 不管是你會進去被他傳染 或者是就是你是帶病毒進去的 像是有些是作業理中心 可能是你去探訪的時候 你傳染給Baby都有可能 那其實兩個國家的文化 在醫療這部分的文化是非常地詳盡 只是我們應該是說好險 不是在我們口家 那接下來我們要開始講伊波拉了 那伊波拉我現在老師好像很重視 那個reference的部分 那主要是看NEJM NEJM那個比爾蓋茲 比爾蓋茲大家知道吧 就是那個微軟的老闆 他現在很致力於這個公衛 他很關心公衛跟健康 他有在NEJM NEJM大家應該也知道就是 算是最有名 就是你講醫療啊 或者是跟醫學生物有相關 就是跟臨床醫療比較相關的這個雜誌 最有名的雜誌就是NEJM 他的impact factor好像接近20分吧 那這個比爾蓋茲他就是投了一個觀點perspective 就是在講這個關於全球我們從這個伊波拉 到底學到了什麼 大家有空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不過我就是有把他的一些話 跟我的slide結合在一起 那再來的話還可以建議大家去看 在YouTube上面有一個lesson 他是有三個speech 那是他們的CDC裡面的長官 就在講這個全球健康安全 從伊波拉學到的事 那我主要就是有這兩個當作我的主軸 那其他加一下我自己覺得比較有趣的東西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伊波拉的歷史 伊波拉的歷史大概從1976年最早是在甘國 那邊有一條河叫做 就是叫伊波拉河啦 我記得那條河叫伊波拉 有一個地方叫楊布谷 然後就是從那裡有一個教師他最先開始 他那時候回來那個村莊的時候 他身上帶了很多一些 比如說猴子肝啊蝙蝠肝 那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從那一個小村莊開始有疫情 那之後呢 終於找出來這個是什麼病毒 大概知道他的疾病的感染的特性 那就是年年幾乎都有發生 不過呢大部分局中在中非 那大家都知道那時候大概自死率可以高達五成到九成 因為在以前沒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治療 或者是一個管理的方法 那大部分的疫情又都發生在非常偏遠的小村莊 大部分的以前的政策就是讓他自生自滅 那這個伊波拉他其實齁 大家知道他這麼嚴重 所以他並不是跟我們和平共存的病毒 他沒有辦法傳很多 那他傳到你身上你死了之後 那理論上應該到你就停止了 可是這個病又很特別的部分 他會在死人身上還是有很高的這個傳染力 這個病毒量還是非常的高 所以如果說叫做他們的文化就是他們有腐屍的習慣 他們在喪禮上去參加喪禮 他們每個人都要去摸一摸親親這個屍體 那又會造成傳染 所以今年在2014年這個最近的疫情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會有講一個故事這樣子 那所以幾乎是從1976年左右 大概好幾次 那去年我們知道是最大的 那1976那一次大概是第二 那他這邊有排序幾乎每年都發生 只是說規模都沒有到很大 大概都幾百人得到幾百人死亡 那去年累積的病例 現在在網站上應該也是 應該接近三萬左右 三萬出頭 那所以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那邊的村莊發生了這個疫情 可能就會有一個隔離 類似一個軍事就是說 你們不准出來 然後讓那個村莊的人死得差不多 那個疫情就下來了 那一開始就想說這個到底這個病毒 是從哪裡來的 那後來他們就發現在鋼果有一年 死了很多很多的黑猩猩 他們說將近90%的黑猩猩都有這個死亡的狀況 所以他們想說到底是不是有可能是從黑猩猩身上來的 那後來呢就是找找找找找找 結果發現這個大猩猩得了 或者是一些猴得了 其實他們也可能會很嚴重到死亡 有一些很明顯的病理表現 所以想說這可能也不是保毒宿主 或者是說這個也不是一個 他的原本的這個宿主 那後來就找到 有一年的這個感染的部分 他是棉花廠的員工 那很多後來當年有一群丹麥的學生 他去那個肯亞的地方去做參觀 結果好多人都得了伊波拉 後來他們去看那個環境 發現有很多的這個蝙蝠 那目前呢就是有比較大的理論是支持 是在一種吃水果的蝙蝠身上 找到這種伊波拉 我們認為這個伊波拉 是從這個蝙蝠身上來的 那蝙蝠可能已經在他身上 已經適應好久了 一直跟他和平共存 那為什麼人類會得到呢 那理論就是說 這個bush meat 在叢林的野肉 那大家都知道在非洲啦 整個是一個資源非常匱乏的地方 他們缺乏蛋白質 他們沒辦法走路 就像我們出去夜市啊 就可以你點一個雞排啊 鹽酥雞 你就可以得到一餐蛋白質 所以在那邊他們賣的這個東西 可能是猴子也有可能是蝙蝠 一些烤的乾的東西 那這些動物身上帶有這個病毒 它進到我們的腸道 那當然就很可能會造成這樣子的感染 所以這個是跟生態有關的一個感染 一個傳染鏈 那原本這一個感染可能只是發生在蝙蝠身上 可是因為經濟的開發 因為人們的行為的活動 我們破壞了這個生態 那我們去跟這個生態做了一個接觸 所以保證這個病毒也到我們的身上 那這個圖是從那個CDC slide 它裡面有提到的 你看這個是一個聚合的圖 這個圖已經超過十年以上 就是說這個會發生這樣子的疾病 像是我們知道2009的豬流感 還有或者是在SARS2003年 是這個果子梨 那可能就是因為我們人類一些經濟活動 一些生態的破壞 那導致就是說 原本這些病毒只在特定的動物身上 可是因為我們就是有這樣子 跟他們做了交集之後 結果這個病毒跳到人身上 也開始突變出可以在人體上面存在的這個能力 導致這個大感染一直流行下去 那這張圖是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主要是抓的是馬達加斯加 但是在非洲很多的地方 都有一個類似的這個習俗 就是說他們會對這個屍體 滑有很高的感情 就是他們的家人 還是家人一樣 就是他們會親吻啊 撫摸啊 親洗啊 甚至在馬達加斯加 這個圖片是在講 他們有一個叫番師節 他們到一個特定的節日呢 就會把已經死亡的家人 墳墓挖開 然後再幫他做一些事情這樣子 找出來他是寫說一起跳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Ebola它的傳染途徑跟傳染力 那感染了這個Ebola之後 你並不會在第一天就發病 大概這個最常見是需要incubation 就是一個潛伏期的概念 它在你身上繁殖 只是說在你身上繁殖 目前這一段期間到底有沒有感染力呢 這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 就是說我們需不需要去隔離這樣子的病人 如果你只是接觸者你還沒有發病 要不要把你關起來 要不要把你關起來 有人知道嗎 有人要回應嗎 好 沒關係 我們繼續好了 那目前的證據來說就是說 沒有發病是沒有傳染力的 那大概等到這個最常見的發病時間 是8到12天 最常可以到21天 所以我們都說這樣的病人要觀察21天 那等到你開始一直有症狀 譬如說最常見的症狀是嘔吐、腹瀉 那這個病又之前叫做Ebola出血熱 所以大概也有一定比例的病人 大概去年的統計大概是十幾%的人 可能會出現一些比較出血的症狀 吐血或者是大出血、流血等等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整理各個感染源的 包括其他的病 Ebola它的傳染 Influous dose 只要10顆 一點點病毒 就可能會傳染 那我就先提出來講 譬如說我聽到最極端的例子是在奈吉利亞 奈吉利亞他們是有一個從 賴比瑞亞的官員去奈吉利亞做訪問 他那時候已經有症狀了 可是他沒有真的講說他是 因為他講說他是Ebola的接觸者 他的國家可能就不會讓他出來 那後來他到了這個奈吉利亞的時候 他們在海關有一個服務 就是他們會幫那個官員換那個手機的那個SIM卡 結果後來他們就只有這樣子很單純的接觸 結果那個人後來竟然也得了Ebola 所以這個傳染可能是從哪裡來呢 從那一點點的病毒可能是在那個SIM卡上面 就這樣一點點的病毒就中了 那還有就是在奈吉利亞他們也有一些院內感染 發現明明住不同層的人 不同病房的人 那可是還是有發現明明就應該是沒有接觸到這個病人 問他為什麼會感染 那他們事後推測 推測做一些我們知道我們流病會做那個case control 就是說比比看到底是哪個東西risk最高 後來懷疑可能是藉由床單 光是床單上面這個接觸感染一點點的病毒 也有可能就會生病 那其他你看Ecoli他的感染量需要非常高 10的6字方到10的10字方 那其他像Ecoli跟Sigella是比較我們所知道 一點點病毒也會感染 像neurovirus neuro病毒也是一點點也就會感染 那目前我看到最有趣的是 我最近也才知道原來這個腸道阿米巴 阿米巴立即只要一個cyst 一顆你吃下去 所以如果他在你身上變成活動體 你就可能得到阿米巴 那我們來看一下剛才講到說 這個10顆左右的Ebola 你就可能被感染 那我們來看一下大概3D血 一般來說3D血 如果是HIV的Pollicle的話 這3D血裡面可能有多少的病毒 大概是5萬到10萬顆 那如果是這個C肝在3D血裡面 這個病毒量大概是有多高 大概是500萬到2000萬 那如果是Ebola在3D血裡面 在這個病毒高血症期的時候 這個圖可能不太清楚 那個點的密密麻麻的 大概是有10的10字方這麼多 所以只要一點點他的傳染力就很高 就有可能被傳染 那我們知道這個可以人傳人 那藉由什麼呢 就是藉由體液 那Viremia最高的時候 大概就是從這個急性期發病之後 到這個差不多有21天這麼久 那其他包括口水、尿液 還有這個眼淚、結膜的分泌物 然後皮膚、陰道或者是從腸道 甚至是媽媽的這個哺乳的部分 都有可能傳染這個病毒 那最近這一期最新的NGM 目前甚至說精液他們找了一個study 看一下精液有可能會在人體存留多久 大家猜猜看可以到多久 沒有人要猜 好 要質問自答 目前看起來可以最久 大概可以到9個月 那之前我們所做的這一些病人康復之後 我們做的recommendation是說 建議他們最少大概7週不要有性行為 他們還會一波拉出院 會給他一個一波拉護理包 那裡面可能就有confidence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忍不住了 你也一定要帶套性行為 可是你看像這樣的study來看 哇 這樣的病人可以到9個月以上 這個精液都還有這個病毒 那聽起來真的是很嚇人 那甚至還有一些case是 因為這個一波拉 他大概全身的組織密密麻麻 可能都密布這一種病毒 那也有一些case被報導是 有眼內眼、眼睛這個防水 你知道我們的眼球裡面有一個液體 那個叫防水 那裡面這個病毒也可以存留很久 像是最近的新聞就是在說 有一個去西非志願工作的一個英國的護士 他已經好了 在今年的年初已經好了 可是他最近又住院 因為腦膜炎的症狀而住院 那後來是有在他的這個脊髓液中 發現這個樣子的病毒 所以這支病毒也真的是很神奇 有時候可以在這個組織 不知道躲在哪裡躲很久這樣子 那我們剛才有提到這個傳染 可以傳染幾個 那通常西肝病毒 他是藉由性行為跟體液 他可以大概傳個兩個 那一波拉之前比較早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早的推估 大概是兩個 因為他傳染力很強 而且得了就死 那所以如果人們發現這件事情之後 理論上藉由阻斷這個傳染鏈 那可能傳兩個 那我們知道最強的這個是Methos Methos他的R0值大概是可以到18 那我們剛剛要講一下這個 2014去年這個大流行是怎麼開始的呢 大概就是從2013年12月 有一個1歲左右的小朋友 叫艾蜜莉 艾蜜莉 那他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來的 不知道是不是在那邊吃了叢林野味呢 還是說被蝙蝠咬了呢 還是說接觸到什麼不解的 針頭啊水果啊還是怎麼樣 不知道怎麼樣受到感染的 那後來他就死了 那參加他的葬禮的人 他們是一個家族 後來他的爸爸媽媽也都去世了 那他們是一個還算蠻多朋友的家族 那在這個吉內亞這個地方 他剛剛好又是很靠近這個邊界 那其他的村莊 包括像是賴比瑞亞跟獅子山的人 也都有來有一些人 有一些村民 有來參加他們的葬禮 可能就有這個腐屍的這樣子的動作 那後來這個疾病就被帶到這幾個國家 所以我們知道去年的疫區主要是居重在三個國家 就開始越來越多人的感染 可是因為當地的這個 他們的公衛跟整個健康醫療體系很差 這個冰子燒燒燒燒到三月 越來越多人感染 可是他們沒有辦法提出什麼 有效的方法去阻斷這件事情 所以到後來演變成一個非常非常混亂 而且就是其他國家也受到影響 這個是從報紙上載出來 就是一個一歲的小朋友 那這是他的爸爸媽媽 那在最初你看他們這個病例調查 那時候還是紙本的 就把這個編號人民幾歲 發病日期這樣用紙做記錄 就是這樣子 這個是在NEJM他們在講 當初這個疫情怎麼開始的 Emilio先 然後後來有誰有護士 有其他的村民越傳越多 畫出這個傳染鏈 那截至到今年的八月 是兩萬八千多 那這三條線分別代表不同的國家 那目前累積最多的病例是在獅子山 然後後來是萊比瑞亞 那吉內亞他一直個案數沒有到抽很高 可是目前也是他吉內亞的疫情 一直有在林立欣欣的持續中 那這個圖是一個霸狀圖 我們是可以看到紅色是確診病例 那綠色是疑似病例 在疾病一開始最早期的時候 如果說用這個周別來 從16周我們可以看到大概一直到 直到這個31周32周 這已經是到八月多左右了 七八月的時候 那時候才開始綠色的霸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變高 那表示就是說他們終於有開始有懷疑 有通報不然之前的全部都是確診了才通報 那等到是這樣子的時候你已經太遲了 那之前就是大家都沒有習慣 或者是不太了解這個疾病 所以導致這個同胞量都不多 那我們知道在當地 就是包括這幾個國家 像是獅子山、萊比瑞亞 它本來就是內戰或者是比較貧窮 基礎建設不好的一些國家 所以在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是不相信這個 伊波拉是一個真正的疾病 所以在當地會有蠻多的武裝衝突 那後來這些國家 像是萊比瑞亞跟獅子山 我記得兩個都有 就是宵禁 就是說禁止大家出門 在奈吉利亞為了要控制這個疫情 有一度也是就是 好像另外一個國家也有 就是大家都不用上學 大家每天在家裡就是課程 就是這些學期都整個都停了 那其實對於整個國家 當然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傷害 在一個很混亂的狀態 好 那原本大家都覺得說 會不會像之前一樣 在2014年初的時候 大家那個WHO有開會啊 那他們也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可是並沒有真的投入很大的資源跟量能 去改善這個疫情 去想辦法做一些什麼 所以一開始這個疫情 只是發生在邊界的一個偏僻的村莊 那時候大家都不重視 後來呢 因為人口流動還有一些交通啊 就是這個病毒就傳到了他們的首都 在首都齁 你能知道人口有非常的密集 然後其實當地的衛生那些條件都不好 所以在分別在像 賴比瑞亞的自由城 還有在 嗯 賴比瑞亞的 蒙羅維亞 跟獅子山的自由城 好 大家就 你可以看到真的是人倫的悲劇啦 就是 這樣的病人其實也沒有特別的照目跟醫療 跟疫苗可以用 所以 在那時候真的是一個很可怕的狀態 那在一開始的時候呢 就是有setting一些這個 類似帳篷提供一個醫療 那因為他們的醫院可能也都被癱瘓了 很多病人都去 而且醫生可能也會害怕啊 護士可能也會害怕不敢看診啊 那據說在賴比瑞亞早期的時候 當時大家都還不相信有伊波拉 有一個護士有一個造謠 他就是說 伊波拉是假的 是西方世界為了要吃人 弄成了一個幌子 大家得了生病不要去醫院 因為你去了醫院可能就被關住 你出來就已經死掉了 因為你被吃掉了 那導致大家其實都是非常的擔心跟害怕 還有不信任 那後來有慢慢比較多的資源抑注 那有一些這個 我們等一下會講一個叫Ebola Treatment Unit 包括就是把這樣的病人 最重要你找到這樣的病人之後 你應該要把他隔離 不要再讓他跟外界有接觸 還有提供他最基本的照護 讓大家知道這個病是可以受到照顧的 你有機會好起來的 這樣子他們也才要進來這樣子 那這些圖片給大家看一下 在早期的時候你看 那時候也沒有辦法掉點滴 可能管理也沒有到很好 還有一個小朋友在那邊跑來跑去 我們不知道這個照片是在怎麼樣的狀況下 也許這只是一個疑似的病案 他還沒有把他跟這個小朋友做區分 那像這樣子這個是 我覺得這是滿有趣的 就是他們把這個病人都框框框框起來 那希望他們能夠停留在他們指定的這個治療的區域 可是他們同時又提不出來很好的資源來照顧這樣的病人 那像這樣子的病人 他很容易會因為一直嘔吐 一直腹瀉導致脫水 脫水之後他們可能吃水也不夠 那食物也不夠 那這個病人穿紅色衣服的就是他們一個逃跑的病人 跑到這個市場去 他很兇 那大家就是穿了全副武裝隔離衣要來抓他 後來終於把他這個五花大綁架上車 所以一開始這個Ebola Treatment Unit的時候 大家也是很害怕不願意進去 那我們在今年3月的時候有跟這個有曾經去過西非 直接去擔任這個Ebola Treatment Unit這一個醫師 有做一些交流 他裡面講到一個故事 我現在有講一兩個故事 我到現在都還沒辦法忘記 他就是說有這個痊癒的病人 從這個Ebola Treatment Unit治療好出來的病人 跟他分享說他覺得在剛開始在Ebola Treatment Unit 那個帳篷裡面的夜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難熬 他說他隔壁是一個大概12歲左右的小女生 從他進來就一直說好渴好渴好渴好想喝水啊 因為這樣病人真的脫水會嚴重 可是因為血液剛才我們說的 一點點就有可能傳染力非常高 所以一開始他們也不敢冒險幫這些病人打點滴 就讓他們喝水 可是水又不夠 所以那個小女生呢就是在這樣一直重複說他好渴好渴 十個小時之後就走掉了 那還有那時候很多很多很多很荒唐的故事啊 那時候他們也不知道怎麼樣清消那些環境 那他們一開始以為說要清消 那病人還沒有下這個救護車 他們就直接對這個整個救護車做清消 所以有一個八歲的小男生當時就坐在這個救護車上 然後他們就已經開始在那邊噴綠噴噴噴噴完 結果後來那個小男生沒有死於一波拉 但是他瞎了 因為被噴那個高濃度的綠在那個空氣裡面 所以在一開始在這樣子的這個環境喔 其實大家真的是非常的很多很多混亂的事情 那後來真的是有一些NGO的組織 那時候沒有國家真的一個 leadership 比較好 包括WHO或者是 United Nations 他們其實也有一些服務 但是沒有一個組織可以像MSF 他們是算在那一段時期裡面運作最好的一個組織 我相信如果有人更了解這邊可以反駁喔 但是我目前我所知道的資訊是這樣子啦 所以他們就是後來就想到說 沒有醫院可以收治這樣子的病患 大家都非常害怕甚至連一般的一些 包括街身啊普通的一個開刀 都很擔心那個病人是因為是疑似的病患 後來是EBOLA 而平常的常規甚至這種最普通的醫療的這個行為 可能都已經受到影響了 所以後來他們就是在這個野地上找了一塊空地 做了這個EBOLA Treatment Unit ETU 就是專門用來隔離診斷跟照護 不敢說治療啦 照護這樣子的病人 那他的這個設計的流程 大概就是會分三區 三區 第一區是做減傷 進來的話先診斷先問一下你這個病史 那如果你是隔離的 如果你是疑似的病人 但還沒有確診 譬如說你的檢驗報告還沒有出來之前 他們就會請你到這個疑似區 那最後面的那一區的部分 是這個就是確診區 confer 這邊是一些減傷 那suspect confer 那confer呢 這一個人呢 有可能有幾個出路 那如果他很不幸的 他是那百分之 去年的死亡率大約有可能到七成 六成到七成左右 他死了呢 就會到停尸間 那他的一些廢棄物呢 在Burn Pit這邊會做燒毀 那如果他很有幸運的話 他可以從這個後面這個門走出去這樣子 那當時在疫情最最最嚴重的時候 能夠提供這樣的照顧的Ebola Treatment Unit 其實非常的有限 其實這樣的病人很需要被隔離起來 才斷掉這個傳染鏈 不然持續接觸他們的家人朋友 通通都有可能被感染 那導致這個傳染繼續的擴大 越來越嚴重 那所需要的 當時這邊是一個初孤 在當時一個狀況 可能需要1000張床 可是當時的招呼能力 大概只有到280 是一個當時有一段時間 是一個嚴重的供需不平衡 那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他們就是在野地 那當然都要穿這樣全套 隔離衣當然是最重要 就是說 因為你一點點進來你的棉膜 甚至皮膚沒有做好清潔跟消毒 就可能被感染 那他們是用這個雙層圍梨來當作牆 來去做化地界線這樣子 那如果有病人 我們看一下這個病床 他可能是因為很不舒服 從這個床下來了 那他們能做第一步 我們上次也是說 如果病人有什麼狀況 你都要先拿這個消毒罐 先噴消 那如果嘔吐物 還要有SOP是說噴那個消毒水 至少要25分鐘 15到25分鐘才可以把那個撿起來 那反而其實照護病人 是比較次要的事情 跟一般你在醫院 然後我們如果看到病人 有不舒服 有需要急救 我們當然是 當然你說感控 這時候你跟他講感控 沒有人會聽你的啦 那就先救病人為要緊 可是在裡面 所有的思維都變得不一樣 那裡面最重要的思維 就是你自己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倒下去了 你就沒有辦法照顧其他人 因為你倒下去了 就有可能會傳染給別人 所以你自己是最重要的 而且safe就是安全 safe is the first priority 是最重要的事情 可是你覺得他看到這樣子 可是他所要做的事情是消毒 他心裡的 我覺得這個心裡一定會非常非常保受 那假設這個人是一個小孩子呢 一個大概只有三歲不到的小孩 整天要人家抱 那他的媽媽又要被 或者他的家人 沒有辦法直接進來照顧他 那他們只能 如果你穿成這樣 你覺得你可以在裡面待多久 他們大概好就是進去都是有任務的 平常工作人員不會有護士 譬如說隨時在那邊給予幫助 他們進去就是今天我要去看那個病人 我看一下他今天的狀況怎麼樣 死了沒還是沒死 要消毒還是不用消毒 那要不要把他移出 或者是要把他換成另外一區 大部分就是進去做這種事 他們大概一個round一個shift 最長最長就是大概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 那進去的時間大概都很短 不會讓工作人員在裡面停留再久 所以小朋友在裡面怎麼辦 所以在疫情的初期 那時候很多很多的時候 沒有這麼多的資源跟量能 可以去照顧這樣的病人的時候 真的很多時候就是進去裡面 我們不要說等死 我們就是說by chance 看你的機運如何 說不定你就survived 說不定你沒有 那當然小朋友在裡面的死亡率 當然有可能是比成人來的高 因為他們也沒有辦法能夠照顧自己 那他們的家人可不可以進去照顧 那就是case by case 是一個 他們用的term是ethical dilemma 就是說在倫理上一個進退兩難的狀況 那很多家屬很多家人也會選擇就是 因為你的小孩進去了 那你不管你現在有沒有被確診 他們很多人是選擇進去陪小孩 那如果是在外面呢 他們有時候會接到一些alert 要去處理有可能在路上是疑似死亡的案子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奈吉利亞 那奈吉利亞其實是非洲人口密集度第一大的國家 尤其是它的首都 它的首都好像光是首都就有將近兩千萬人 跟我們台灣一樣密 那可是在那個城市一樣是非常非常的混亂 所以剛剛我們講說有一個賴比瑞亞的一個外交官去他們國家 結果後來這個外交官確定是這個Ebola死亡 在當時也是引起人非常大的恐慌想說 天啊奈吉利亞真的有辦法把這個病情handle下來 而且很多國家都跟奈吉利亞 包括我們台灣 我們跟那西非三個國家 我們一年有出入境那幾個國家不到十個 可是光奈吉利亞我們可能一個月 奈吉利亞人就是跟我們台灣的交流 可能就將近到一百左右 就可能一百人次 我們跟奈吉利亞的這個商務交流是還蠻頻繁的 所以那時候疫情剛進到奈吉利亞 其實大家都非常非常擔心 但是奈吉利亞成功了 他們只有十幾個確診個案 那疫情規模大概只有疑似通報者是監測了幾千人 壞就停了 所以大家對於奈吉利亞這個國家是相當的給予肯定 那為什麼他們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 其實是因為他們之前是有Polio 他們國家有Polio的這個傳染 那在更早期就是有CDC他們有在進駐 還有一些Polio的Campad Stop的Polio 有在當地做一些檢驗的量能 所以他們利用他們當地這個有流病的資源 他們有訓練一些流病的人才 然後還有跟CDC的專家合作 他們很積極 非常積極 用非常現代的方式 包括用手機APP 還有用資訊的軟體去管理這些病人 他們成功的控制了這個疫情 沒有在他們的城市造成這個很大的傳染 所以他們大概總共有894個接觸者 那完成了一萬九千個這個Contact Tracing 那他們甚至有去家戶去跟他們座位講 大概他們去拜訪了兩萬六千個 那他們也有在當地成立這個ETU 那這是一個傳染鏈 那這個index case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是一個外交官 那後來他又跑到 這個其中一個戶士他又跑到另外一個城市 所以他們國家大概主要有兩個大城受到影響 那這個就是講說他們怎麼做這個virus detection 這個是整個的不包括 不是只有奈吉利亞 就跳回來整個就是講 通常我們是做PCR 但是PCR有一定的 你在前幾天還沒有到病毒血症期很高的時候 有可能會有所謂的空窗期 所以當你這個疑似的案例還是覺得說他有接觸時 有流病接觸或者是你有懷疑 可能需要再做一次來做確認 那一旦我們發現陽性的個案的時候 我們要對這樣子的病人要做什麼呢 我們就趕快把這個case給找出來 那至少要把他的接觸者還有這個病人 要至少尤其他的接觸者要至少觀察21天 那病人的家戶也要做完整的清潔跟消毒 那這個是當時這些國家不只是那個奈吉利亞或特定國家 就是在WHO的一個一開始這個Ebola alert criteria 就是說你要怎麼樣通報 一開始是說有症狀 當然這個在美國或在各個不同國家有很大可以去爭論 每個國家可以制定自己的最常見的一些症狀 包括頭痛、嘔吐、拉肚子、呼吸困難等等 有三個以上的症狀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有確定有跟這樣Ebola的病人確診病人有接觸過 有照顧過或者是有參加過喪禮也包括 或者是其他就是說他不免疫死亡 在那一段期間會主要的去受到檢驗 那這個就是後來美國有派軍 他們直接派他們的military efforts去幫忙 那主要有幾個四個四大柱 四大柱柱柱去care這樣病人 那就是說包括大家的行為要改變 要注意洗手 那也不要有這個腐屍 或是參加葬禮去撫摸屍體的動作 大家文化上面有些改變 要有一個安全的埋葬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這個case被診斷出來之後 他有沒有辦法好好的隔離 有沒有辦法做infection control 那再來的部分就是說logistic 大家看到那個隔離衣 那個隔離衣其實當然用最好的材質 你用杜邦的一些材質 那一套很貴 那還有就是說其他的一些消毒水 還有我們剛剛說 包括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些後勤的資源 那再來的話就是留病調查 到底這個病人有去過哪些地方 接觸了哪些人 哪些人要受到這個monitor跟surveillance 這個是最重要 那當然要有一個指揮中心 像奈吉利亞成功的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大家在後來歸功的話 就是說他們很早就成立這個應變中心 像登革熱這一次中央跟地方在炒那個應變中心的部分 也是為什麼要有應變中心 就是因為在政府的橫向連結裡面啊 譬如說農委會也不見得要聽機關署的 機關署也不見得要聽食藥署的 我們都是平行的 我為什麼要聽你的 這時候呢可能就要有一個更高層級的人站出來說 嗯好我來當腦袋你們來當手腳 我叫你們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要你們支援就給我支援 所以coordination就是你如何整合這一些要做的事情 通常都會畫一個架構圖啦 就是說誰是上誰是下 下面有什麼組織要做什麼事情 會有一個比較清楚的分工 那我們剛剛講到最重要最重要 其實大家應該也不是第一次聽什麼是contact tracing 應該有上過譬如說最常聽到的是TB還有HIV 是做這個contact tracing最重要的一個model 就是說你可能如果你是確診的人 第一個你被誰感染的 第二個你接觸了哪些人 哪些人可能有這個暴露的風險 我們要怎麼樣去追蹤他 所以contact tracing就是去找出來 去評估他的風險 那假如說你是TB的病人 那你只是跟他一起在戶外 你一個同學是TB的這個病人 你只是跟他在戶外打籃球 你的風險是不是很高呢 會做一些評估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要怎麼樣對這樣的病人做處置 那我們剛剛講到說 因為Ebola他大概他的incubation period 是21天最常可以到21天 所以通常呢就是從最後一次的接觸 這樣子的病人 我們要觀察追蹤21天 像是在非洲 尤其像奈吉利亞他們 這樣contact tracing就是這樣 一戶一戶的去拜訪 那譬如說他們的某一個表舊 假設是表舊去世了 那他們可能在那一段期間 有跟他做過接觸 那就會有特定的公衛人員 他這樣不是非常標準 因為跟他們有點太高興了 在奈吉利亞裡面的規定是說 至少要跟你的這個受訪對象隔一公尺 他們就是這樣一戶一戶的去拜訪這樣 那做這個contact tracing的這個目標呢 就是要停止這樣的傳播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如果這樣子的病人 一戰法柄的我們當然不會放在那裡 我們就是希望他趕快去被隔離 去被治療 那有一些剛剛我們就說 要做一些評估嘛 不是每一個只要一點點接觸都算 那當然對於玉波拉來說 我們當然是比較嚴格 那其他的部分在當時的定義 就譬如說他有直接身體上的接觸 或者是有接觸到體液也算 譬如說有些人是做實驗操作的 這樣子他也可能就是算有這個接觸者 或者是他們在同一個家戶裡面一起住 你的室友如果得你也跑不掉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即使你看 我們後來有說有用床單 或者是接觸一個東西 光是接觸一個東西就可能有風險 那就是說有碰過他的其他的 Personal Bologna 他個人的東西的時候 那或者是說有餵母奶 寶寶之間的接觸 參加某人的葬禮 你看其實這個畫得實在是非常的寬 我們看下一張 那這張的部分 這個是奈吉利亞的圖片 他們就是這樣 他們會公衛被要求要追蹤的人 他們會有一個表格 那每天去問 然後他們會每一個人 他們還算滿有錢的 每一個人都發一個那個 好像是體溫槍還是體溫計 我不太知道那個材質到底是怎麼樣的 但是他們不會直接幫病人量體溫 他們會請病人自己量體溫 然後做一個紀錄跟回報 那這個Hunted Tracing 如果你碰到非常不合作 或是很瘋狂的個案的時候怎麼辦 這個是有 我覺得這樣很有趣 就是說他要請這一個 你去做疫調的這個調查員 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不要碰 不要吃他們給你的東西 甚至也不要坐下來 那這個就是說不要進入 他部分就是說請他來門口印就好了 你不要進去他們家 然後呢 如果這樣的個案真的很不可做 跑給你追的時候不要去追 不要去追他 就給他跑掉就算了 我們再想其他的方法來approach他 不要在那個當下去追他 no fight 如果他想要打你你就趕快跑 所以呢 那時候終於漸漸develop了一個system 一個方法學去approach這樣的病人 首先呢誰是病人 有疑似症狀的人 那我們就先把他找出來 那可能就這樣的病人 如果有Ebola Treatment Unit的時候 當然他最好就先去送去那邊做檢查 包括哪些症狀呢 發燒、頭痛、肌肉痛、虛弱、腹瀉、嘔吐、肚子痛 或者是不明原因的出血或者是瘀青 那再來第二步就是做這個contact tracing 找出他的朋友 他在醫療中有照顧他的工作人員 他的小孩、他的先生 或者是他的其他的家人 然後這些人呢 就是剛才說到的去他們家拜訪他 幫他們做一些健康的觀察 還有記錄這個體溫要追蹤21天 那有懷疑這樣子的個案喔 尤其是這個個案的部分 我們要把他隔離起來 那這些人就是請他們不要再出入公共場合 因為還好沒有發病之前是沒有傳染力的 所以做contact tracing基本上是安全的 好 那step 5呢 就是重複1到4的步驟 好 盡量趕快找出感染源 把他隔離 儘早給他那個照護還有其他人 一旦發病也是儘早把他隔離起來 去阻斷這個傳染 所以有一個flow chart的部分 這個是在活的病人 活的病人你收到這樣子 誒說某某人好像可能是伊波拉的病人喔 他已經倒在那裡了 好像快不行了 那你就會請這個我們去做調查的人 把他用救護車載到檢商 那檢商就會來決定說 他還好嘛回家 或者是說他真的很不像 或者說他有沒有什麼樣的狀況 需要做進一步的觀察跟採檢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他如果真的是確定的個案 我們趕快把他給他一個照護 那就是有這樣的flow chart 那如果你有一天被收到這個alert的時候 他已經是一個屍體的時候呢 那當然你還是要做一些基本的調查 然後要test 他們是做這個buccal swab 就是去採檢他的黏膜 看一下是不是這樣的病毒 那如果是的話 要perform安全的葬禮 這個是一個圖片 就是說在那時候 疫情很嚴峻的時候 其實人們都非常的害怕 很多人都死在家裡啦 那死在家裡 可能其他人也不見得能夠怎麼樣 那後來他們才setting 就是譬如說你讓村民漸漸知道 如果泡泡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要打電話給公衛 他們會請專人來處理 那一個健康安全的這個 安全的這個葬禮的話 就是有一些改來就是說 譬如說這個濕袋至少要包兩層 然後是不透水的材質 那會有受過訓練的人 去做一個安全的埋葬 那其實在像這樣子的這個team 在疫情真的很嚴峻的時候 也是不夠的 受訓的人很少 那直到這些人呢 就是慢慢的痊癒康復了 那有一些survival 他們會有這個污名化 有一個stigma的狀況 他們有時候他們好了 可是他們也不見得能夠回到 他們原本在社會上的位置 他們的家人或是其他的這個社會 也不見得接納他 那後來他們就有訓練這樣子survival 存活者去這個 當任一些這個Ebola Prevention的工作 包括這個Burantin就是下葬的這個team 這是剛剛給大家看就是 譬如說這個是獅子山 他的一個EOC的架構 但是這裡面還是有一些CDC人去輔導 那包括就是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case management 就是說這樣的case發現了要做什麼 在EPI的team裡面又有不同的分支 然後再來的話有些人要處理資訊 有些人是負責跟這個群眾做溝通 有的人負責lab 有的人是做logistic做後勤 大家有不同的分工出來 那大家是做工位的嘛 像是我們學流病的話 我們可能最重要的工作呢 就是收集分析 還有就是說讓這樣的資訊 是成為有informative 有價值的 來幫助趕快去了解 趕快介入這個疫情 那其他的呢 還可以就是infection control case management contact tracing social mobilization的部分就是說 你要叫這個社區的人跟你一起合作 還有資訊採購或是其他等等的支援 我們剛剛講了這麼多這麼多這麼多 Ebola是一件好像天大一樣的事情 那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的觀念裡會覺得 哇好可怕啊 簡直難以想像有這麼多 就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可是其實對他們的國家來說啊 Ebola只佔一點點 這一個圖是經濟學人雜誌上面就是說 這個是早期啦 早期的時候就是說 那個疫情還沒有到最熱最熱的時候 一天因為Ebola而死的人 可能在某一個特定的西非國家 只死了四個 那其他像是在西非的部分 本來就Lasa fever死了14個 TB110個 布米原因腹瀉400多個 最大宗最大宗還有這個虐疾跟HIV 可能都造成他們更大的 這個公位上面的威脅 在Ebola其實並不是最嚴重的事情 可是當然到後來因為沒有受到控制 這個理論有被推翻 那再來的部分就是說 用幾千人WHO在2012 其實以前的時候 Ebola真的是很不受到重視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人類跟這個感染源 跟這個病毒的戰爭 那真正的失敗呢 不是一個特定 只有一個機構他們自己有問題而已 其實當這個像去年的疫情 這樣子越演越烈越演越大的時候 它其實反映的是一個 全球的一個反映的失敗 所以後來這些 當然就是要有更高的 一個層級的人出來講話出來 去組織跟協調一些資源的分配 那包括我們所知道的 就是全球管理健康的是WHO 還有就是美國 當然他們有最多的資源 他們有去做一些協調跟管理 所以全球學道的事情 全球學道的事情呢 就是大家知道 因為有這個 可以飛去很多國家 這個飛行 還有這個旅遊 還有商務的往來 我們每天每天 還有這個人的這個移動 病毒不會飛 蚊子不會飛 細菌也不會飛 但是呢 有些人一直在飛來飛去 有一些這個新興傳染病 這樣子的病毒跟細菌 有可能隨時隨地去到任何一個角落 所以從這幾十年來說 這個公共衛生上面的威脅 最近的幾次就是他們有發表 這一個Public Health Emergence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這一個就是全球緊急公衛事件 第一個事件是在2009的 Pandemic Influenza H1-1 那再來的話就是 他們一直有在宣導就是 Polio因為講了好久要Eradication 還沒有一直達成目標 那目前小癌麻痺 也還是列在這個全球公衛緊急事件 那最近的一個事件就是這個Ebola 到現在也還沒有解除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去看這個影片的話 就是我剛給大家前面那個 就是說可以去YouTube去看這個CDC 做的一個speech的部分 就是說Ebola給了這個世界 很特別的機會進步 我們應該要利用一個瘟疫 給大家的一個警示 雖然我們國家是很幸運 我們都還在這個疫情決戰境外 沒有進到台灣 但是因為這樣的疫情 讓大家有一個機會去合作 去改善很多環節 我們就是要趕快做一些準備 不要讓這個世界再回到Ebola發生之前 所以他在開場白的那段話 我有幫大家做一個揭露 就是每一個國家針對這樣子的疫情 其實都有責任 那責任是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有一天他進來了 要找出感染源 停止這樣的感染還有做預防 第二個呢是全球其實都有責任 要趕快進來應變 那像西非這一次他們受到很大的責難 就是說他們太晚進去做事情了 就像今年台南 CDC當然是難辭其咎就是說 我們也一定會被外界criticize說 是不是太晚才進去做應變 當然是希望盡早發現盡早做好防疫 第三感控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第一線的人員對於感控的知識 對於感控的注意 因為像Ebola最危險的族群 是什麼樣的族群? 就是在醫院的工作者 尤其像是其他帶回 包括西班牙、德國、美國都有去西非做醫療置工的人吧 把病毒帶回自己的國家 那那是在先進國家都這樣子了 那在當地其實 我們之後不知道時間夠不夠 會講到一個醫生 就是其實他們在care這樣的病人 都會因為你自己會很擔心很小心 你會穿全套的這個防護裝飾包得密不透風 那可是他們私底下據說還是有可能 因為你的鄰居叫你去幫他看一下 你就可能去幫你的鄰居原本 你只是覺得他瘧疾或是腹瀉 那藉由一個不是那麼注意的狀況 還是有可能被感染到 所以感控真的很重要 那再來的部分就是再講一下這個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學公衛的人至少要有聽過這個 以後人家跟你講IHR規定怎麼樣 至少知道怎麼樣是IHR IHR大概是從1969年就開始了 那可是當初參加的國家還很少 他就是一個類似國家之間的一個協定 像我們前一陣子很紅的是那個TPP 是一個貿易協定 那IHR是一個健康衛生的一個協定 尤其講的比較多的就是關於傳染病這一塊 譬如說你的飛機上面有在這樣感染症的病人 你要怎麼辦 你的船舶你的船上面會不會有從疫區來的 那你要做怎麼樣的檢疫 裡面會有蠻多的這個規定 可是在SARS之前這樣的規定 當然你每碰到一個疾病的時候 每碰到一隻大流行 你就會發現自己有很多很多的缺點可以改 所以他們在2005年就是因應這個SARS 又做了一些改變 那他們就是這一次參加的國家比較多了 我的這邊紀錄是說有三大洲37國 然後有195個國家同意了這個協定 那裡面很重要的話就是要講一下surveillance 大家有上過surveillance的課了嗎? 監視 為什麼在傳染症裡面要做監視? 什麼是監視? 什麼樣的情況要做監視? 有人可以回答嗎? 有上過監視了嗎? 就是surveillance system 好像看起來非常非常的陌生 每一個疾病都有自己的監視系統 受到關注的疾病啦 那有一些沒有像感冒就沒有 常病毒重症有 那登革熱目前是每一個case都有 就是我們需要知道 這個case在什麼時候發生了 那這個case有沒有被管理 它目前的狀況 所以就是說我們希望可以做到是 可以做detection 我們希望可以發現這個疾病 再來的話 它的感染的意義 interpretation 有沒有可能不同時間 可是在同一個地點很近的時間 有另外一個人也發生了 那有沒有可能是群聚呢? 那我辨識出來這樣的群聚的時候 我是不是要趕快有一些作為去阻斷這樣的事情 以預防下一次這個疾病在這邊持續的傳染 所以這個就叫做surveillance surveillance的四個最重要的步驟就是detection 你要有能力去檢驗出來 然後去解讀這樣的意義 要有把這個訊息公布給需要知道的人 然後這些需要知道的人 他們要做一些事情來去做這個預防 再講的就是surveillance 像是小兒麻痺 要得到小兒麻痺的根除 最重要的話就是要有很完善的監視系統 你什麼時候可以發現你的國家 已經有小兒麻痺進來了 你怎麼知道呢? 就是要靠這個surveillance system 那再來的話就是像我們這次講到的是 就是MSF 吳郭建醫師 在2014年的這個Ebola的這個疫情發生 大流行的時候 他是最快組織跟動員 然後在裡面經營的最好的一個團體 那可是其他很多人也可能 在第一時間想要進去幫忙 可是可能他們不知道接下來要 可能會面臨什麼樣的風險 也許在那邊就生病了 也許就回不了國了 所以像那時候像其他國家陸陸續續也有幫忙 我們台灣那時候也是有積極的爭取 可是因為一些政治的因素 我們在evacuation就是說 那我們生病了 誰要負責來撤出我們 那還有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在那邊生病了 有沒有什麼樣的醫療保險 不然你光是去瑞士看病 那些醫療費用誰要負 所以在人力還有一些資源的調度上面 是不是能夠想一想有更好的方法 不過目前我們是還沒有聽說 有什麼公司有保這個伊波拉醫療險 就是說假設你真的很熱血 跑去西飛當志工 那然後呢 你需要一台空軍銀號幫你載回來的時候 那個錢誰要付 目前這一塊真的還沒有一個很好的答案 再來大家聽一下一個觀念叫 Surge Capacity 他是在YouTube裡面 我講那段影片裡面也是一直有提到 就是說你平常在運作的時候 你可能假設你是一家醫院的院長 你可能這邊10個醫生 然後50個護士 好你就已經可以營運你的這個醫院了 那假設就像最明顯的例子是巴仙 當這樣子一個重大災難的時候發生 你有多少的能力可以在當下立即做應變 你有多大的資源 所以Surge Capacity就是說 你要有這個分流還有這個資源運用 還有這個能夠招架這個大量傷患 跟大量或是嚴重的感染這個應變的能力 所以平常呢 我們可能就是要有一個整備 preparedness 就是在CDC有一組是 他們在任務分工上面就是專門管這個 口罩有多少 消毒水有多少 這個抗流感這個抗病毒的藥物 要準備到底要多少人份 還有這個像大家10月1號開始打流感疫苗了 我們到底要採購多少這些東西 一旦這個大流行突然發生的時候 我們可以趕快拿出來用 這些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好 那在這邊講就是說 這個不是光一個國家 可以簡單做到以上所有的事情 大家還是需要互相幫忙 所以最好呢 這是比爾蓋茨提出的概念來說 他覺得在未來全球還需要 有一個更好的information platform 希望他的團隊跟他的基金會有持續的贊助 包括就是改善這個數位的這個資料庫 讓大家的資料可以快速的整合 大家都是網路世代 如果現在把你的手機沒收 或者是說讓你沒辦法上網 大家就一定覺得非常的痛苦 因為你很多資源跟資訊 你就斷時就好像自己看不到聽不到一樣了 當這樣的疫情發生的時候 這個資訊流資訊的這個傳播當然是更重要的 好 再來的話一個 當像西非這樣的一個危機發生的時候 到底是誰要出來應對 他們國家就是沒有辦法自救 可是他們沒有辦法自救的話 這整艘船也會沉 大家都會受影響 所以要有一個全球應變的這個系統 那這個誰要來維持 這些都是要這些領袖坐下來好好想一想談一談的 所以大家另外一個跟大家講 就是他們是藉由這一次西非的例子 提醒這個全球一個合作的一個重要 像是GSHOT 就是這個GHSA Global Health Security Agenda 就是希望能夠在一定的期程裡面達成目標 達成一些特定的目標 譬如說大家要一起合作建構什麼什麼 包括IHR也是裡面的一塊這樣子 好 所以兩邊就會有一些合併的 這些就是包括其他感染 非感染症 包括你說這個全球安全 健康安全 那可能其他跟衛生有關的議題 通通都會管 那IHR我們剛剛講 通常他比較牽涉到的 譬如說我們講機場、港府 還有各個國家之間 對於傳染病的這個資料的交換 有一些這個相當的公約 那中間有交集的部分 我們剛剛講Surveillance Surveillance 就是說你要有能夠監控 能力監控住這個病 那再來的話要有lab 像西非一開始那時候疫情越燒越大 也是因為這些病人根本就沒有辦法 及時被診斷出來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診備 我們剛剛講說那些物資要放哪裡 要放多少、要買多少、要做多少 那response就是說一旦這件事情發生 那誰要來成立應變中心 那誰要來做這個整合 那其他就是不只是我們人類啊 那有時候在動物也會有大瘟疫流行啊 像是今年年初的禽流感非常非常嚴重 那其他國家也有可能受你想H5W1的時候 那時候全球的人都非常非常地害怕 還有一些人力資源的調度 所以目前是有這兩個國際的協定 去做一些這樣的分工 那更細更細大家就是看一下 包括他們去管的東西有抗藥性 還有剛剛我們講說不只是人啊 狂犬病啊、禽流感啊 還有這個生物安全、疫苗 還有檢驗的量能 剛剛說監視 監視就是說到底有沒有什麼受到心發疾病 要一個通報的系統 還有這個人力的調配 還有這個緊急應變 還有其他的公衛跟法規面向 然後還有其他的醫療的資源 那目標呢就是去預防 可以預防的災難 及早偵測可能的威脅 還有對於這樣子的災難跟威脅 盡快做出應變 那個美國學到的事情呢就是 他們一開始當然是非常地冷漠啊 那跟台灣不一樣 你知道台灣我們只要有風吹草動 我們國家就已經下得要死了 然後我們就會做很多事情 就像我們會去批評 欸韓國人在MERS的時候 為什麼都不戴口罩 那天龍國人、台北人就會說 他們去台南發現台南都沒有穿長褲長袖啊 那我們是屬於比較容易緊張型的 那也有些國家是覺得 EBORA那是什麼 沒聽過 他們也不見得真的 每一個國家人都會很關心全球發生的事情 國際新聞也不見得 我們說我們這些新聞都看不到國際新聞 其實很多國家可能也是這樣子 那美國他們一開始也是說 他們的態度也是非常非常地冷漠 覺得那又不管我們的事 所以在導持的時候 大家知道這是誰嗎? 川普 他現在是總統候選人沒錯吧 對吧 那他是在美國一個非常非常有錢的富豪 那那時候也有很多的聲音是說 美國他作為這個世界上的強國 資源最多的國家 那他們應該要有能力 而且也必須要有這個責任去參與那邊的政治 而不是參與政治的政治 而是說去對那邊的疫情做一些應變 那我記得那時候他就是有跳出來就是說 尤其是那兩個 你知道在西非有兩個醫護人員 Kate Brantley跟另外一個傳教士 Ripple一個女生 他在那邊感染 他們到底要不要運送回來 在當時美國也是有一個很大的爭論 大家也很怕真的Ebola 一旦回到他們的本土的時候 在他們的國家會 哇 也會像西非這樣一發不可收拾 嚇得要死 他那時候的他的發言是說 他用的用詞還滿那個嚴苛的 他是說蠢才 我這邊我是用中文剪那個新聞 就是說他就批評那一些就是說 那些人他們這麼愛關心這個世界 會幫助別人 那他們自己就要承擔後果 他們覺得這些人不應該回來 那時候他的意見是這樣子 直到有一天 這個故事就是那個第一個 在美國本土診斷的Ebola 就是鄧肯先生 大家還有沒有印象 鄧肯先生他是 他是哪一國人啊 賴比瑞亞還是哪一國人 那他是去美國做探親的 他的兒子之前是 在象牙海岸的一個難民 後來很幸運的有機會去美國 那他要去參加他兒子的畢業典禮 那他真的這個人好像還滿好的 據說他的故事是 他出發的前幾天 他的鄰居的女兒突然昏倒了 就是懷孕孕婦 他就幫忙送他去醫院 那他當時也不是很確定 自己是不是這個Ebola的contact 他也不知道 我不確定他到底知不知道 因為他死了沒有人知道 他當時到底知不知道 那個孕婦到底後來是不是這個感染者 那不管他就是來到美國之後 他才發現自己越來越不舒服 那當然他就是去醫院嘛 那據說他去的那個醫院 他是在哪一周 達拉斯他就有先跟這個達拉斯的醫院說 我有這個西非的旅遊史 然後其他人他們也說 好像也有人跟那個那邊的護士說 就是在檢商就有說 他有這個travel history 可是他們不以為意 也沒有把他記錄下來 那大家就知道嘛 後來他就是到住院啊 那後來才有人想到才確診 那可是這中間已經產生了很多很多的接觸者 那後來他是在美國死亡 那第二個case就是照顧他的這個潘小姐 潘小姐 那就是他們感控有問題嘛 就有被罵嘛 然後那個Dr. Friend就說 他們的感控可能有一個brick 他們用那個詞 結果大家就很生氣 好沒關係 這一些detail們 沒關係不用講他們的戲 那這個是潘小姐 那潘小姐受到最大的爭議的部分 就是他的這個狗狗 那美國人就是非常關心動物 那在西班牙有一個護士 他也是得了伊波拉 那當時他們不知道該怎麼樣處置他的寵物 就直接把他的寵物給安樂死了 那結果在當這個美國出現這個第二個病例 也是一個護士 那他也有一隻狗狗的時候 大家看到這個照片 就很多很多這個聲音進去 就千萬千萬不要處死這一隻狗狗 那後來他的狗狗 那時候是有受到隔離 那市長是說保證不會把這隻狗安樂死 後來這個小姐是很幸運的 有平安的出院 所以在美國那邊的疫情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護士 那第三個就是照顧這個首例的護士 我記得他好像這個護士是說 他只有37.5度還是37.8度 他就先打電話給他那個工位 然後工位就沒有38度可以 你可以坐飛機回去 後來才發現哇他是確診 然後整個飛機都非常非常的恐慌 那第三個通報的Case是一個33歲的男醫師 他曾經在境內照顧一波拉患者 那時候他剛回到他的這個紐約的住處的時候 那前幾天他就好像說只是覺得他自己累累的 所以他也沒有說就是完全只是待在家裡關那21天 理論上每一個回來的人應該是要自己自我健康追蹤觀察 就是不建議你去外面跑趴走 但是他也還是有去跑趴走 他有去一個肉一個 meatball去外面吃那個 類似我們去吃肉圓吧 他們有一個 meatball的shop 然後還有去打保齡球 結果他們紐約第一次發現這件事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緊張 他們就是把整條街封了 然後就是這邊他就列出他有去哪裡啊 包括類似一個caffe shop 然後還有他住的地方整個都封起來 那其實有必要做成這樣嗎 他們也是覺得這個舉動是一個沒有evidence 但是是為了他們是什麼fully cautious 就是說非常高度注意 但是其實有一點太over了 那後來這個紐約市的市長就親自 當然就是為了媒體要照嘛 那就是說要跟民眾確認 雖然我們這邊有把他封起來 但是因為都有做過消毒 我們有做過確認不會有傳染之餘 他就親自到了這家可能受影響的店去吃東西 證明說沒事 所以美國那時候就是受到很大的壓力 就是第一個那個鄧肯 他雖然有report他的travel history 可是沒有人care 那再來的部分就是照顧他的護士 也真的就得了 他們就說那時候那個 他們的隔離衣設計得不夠好 他們好像還要自己纏膠帶 在手腕還有一些特定的地方 還要把那個膠帶封起來 所以後來這整套的這個隔離衣的穿法 在伊波拉那一梯 還有包括在台灣 我們都一改再改 當然就是越改越嚴 這穿的那個很重 而且你真的穿大概20到30分鐘 就會覺得有點呼吸困難了 所以那時候CDC他們有檢討自己 還有當然媒體也有很大的批評 有五大缺失 後來就是說要設置這個free hotline 就像我們現在來1922 你可以打電話進去 他們你看他們沒有買落後一點 沒有1922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要趕快打一個電話進去 有一個公衛可以讓你諮詢 那再來的話 其實要對這樣的醫護人員 有專門的這個處理 還有包括這個感染性廢棄物 那個感染性廢棄物 在達拉斯他們那時候 是說每天大概都有兩三大的拖車 重點是那時候產生 一開始產生出垃圾出來的時候 沒有沒有州政府 沒有地方政府願意收 就說原本要送去掩埋 或者送去粉燒 他們都突然就說不行 我們不在 那就是他們就自己也都炒來炒去 後來他們只好去拿很大很大的那個消毒鍋 autoclap 去幫這些東西做高溫消毒 高壓高溫消毒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後來要組成這個body system 因為其實你在裡面的時候 有可能會非常緊張 當你在非常緊張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正確的決策 所以我們今年在3月的時候 辦我們說有辦了那個 伊波拉 treatment unit 那個叫伊波拉治療訓練營 那也是我們都要組成這個body system body就是那時候那個王彩華 那個Bobby 類似那個意思就是說 你跟你的partner一組 那你們互相幫對方檢查跟查看 有需要幫忙 有東西掉在地上 不小心有什麼東西 你的隔衣破掉了 你的病患突然抓狂了 有一個人可以隨時幫你 然後互相看對方 類似像鏡子一樣 互相看對方 穿隔離椅有沒有問題 要組成一個body system 那再來的話 要針對整個治療的流程 跟收治病人 有一個更好的一個SOP 再來的話就是不要太相信防護醫 當然就是沒有任何一個東西 是百分之百的 所以在美國他們 在更新到10月27的部分 那他們也都做了很多的改變 包括就是對於病患的接觸者 有分風險 再來的話就是 把他們的這個可能的病例提高 不要再說38度了 只要體溫有升高 或是是包括紐約的醫生 他後來怪怪的時候 他還跑來跑去 可是那時候他其實 已經有一個症狀叫虛弱 可是那時候他可能覺得自己只是 像感冒 你知道大家有時候感冒出息 只是很累很累 他還說不出來自己有怎樣不舒服 結果怕他走了很多地方 那些地方後來你看都被縫結 然後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後來他們的這個病例 都有做過調整 那在台灣後來我們也有陸續調整過 我們的病例定義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其實有高風險這樣的行為 回到自己的國家的時候 一般來說我們都會希望 有參與這樣行動的人 要進行21天的隔離觀察 那再來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那時候有一個州政府 就是規定有一個 從西非回來的一個護士 強制要求就是他要被隔離起來 意思那個你知道 quarantine跟isolation 大家知道這兩個什麼不一樣嗎 quarantine Q quarantine 跟isolation quarantine就是說你還沒有生病 可是呢我不管 就是假設你們班有一個人有一波拉 那今天我就說這邊把他封起來 你們全部都不准出去 直到21天你們都確定沒事了 你們才可以出來 類似是這樣子 isolation就是說 噢你發病了 那我請你去一個特定的地方 有病的人我再關起來 這叫isolation 所以那時候他們強制要把一個 請那個護士說 因為他們很怕紐約的事件 再度重演 他們就說這些人要管起來 那他們一樣可以不理CDC做的建議啊 那後來他們就有去吵 後來有上到那個法院 法官呢就是判定就是說 其實因為科學的證據是說 沒有症狀就不會傳染 所以這樣子的quarantine是有為人權的 那後來CDC就很開心啊 你看那網路上就有一些TED的talk TED大家應該有聽過吧 他們就講說這是他們CDC 類似一個勝利 這時候他們用科學的證據 來說服某些人的一些 為了保平安你做了更大的一些處置 有些處置是不必要的 好 那還有幾個環節再跟大家講一下 那譬如說這個public communication 我們剛剛講說 一開始其實在非洲什麼是Ebola 你剛剛講那是一個病毒的時候 下一句就是什麼是病毒 他們完全對這個防疫跟感染 還有普通最簡單的東西 他們可能都聽不進去 他們就覺得這是一個謠言 是一個西方的陰謀 所以後來就是要藉由 不斷不斷地去教育民眾 讓他們相信Ebola is real 大家要注重自己的衛生 要洗手 那有生病的人 如果你有接觸他 你自己要觀察隔離等等 但是有一些時候這個資訊太快 像是在我們這樣的國家的時候 會造成什麼恐懼 有一個Term CNN這一段還滿好玩的 叫做Felibola Felibola它會藉由空氣傳染 光是空氣就會傳染了 那會進入你的腦袋 進入你的耳朵 然後他的傳染力很高 那某一些人就會 甚至會覺得他好像有聽到 跟看到這樣的聲音 他只要看過Ebola這樣子的影片之後 他就已經非常擔心了 所以有時候有一些數位的傳播工具 是很好用 這是比爾蓋茲他的comment 是說很好用 但是有時候我們要很注意 是不是有用對地方 不然這樣子 如果你沒有傳達正確的資訊 你只是在傳達一些很confusion 或者是說很恐慌 很panic的資訊 在當時那個地方 其實相信人民都是非常 人們都是很恐慌的 那這一段很有趣的說 Keep Calm 在公衛裡面 我們不管做什麼 大家出來如果要面對群眾的時候 即使在醫院 就是醫生出來 有時候第一線最重要就是要保持冷靜 那 rumor spreads faster than Ebola 害怕跟謠言其實傳播得更快 那 fear spreads faster than Ebola 在奈吉利亞他們就 那時候就真的有傳言 就是說吃這個苦杏仁 那當地是叫做可樂國吧 一種苦杏仁可以 號稱可以治這個Ebola 那最最最最誇張的是 當時有謠言 就是突然有簡訊很多人都收到簡訊 吃鹽巴可以看Ebola 那當時那個鹽在超市裡面 就變得非常的貴 那後來這件事情是有點悲劇 是他們國家看真正得了Ebola 19個人 其中幾個人死亡我有點忘記 但是當時因為很害怕這個Ebola 這樣大量吃鹽的大概就死了二三十個 就急性的一個腎中毒 因為你看他們又沒有辦法洗腎 或者是很好的醫療照護技術 那他們這樣子一下子吃很多鹽 你這樣死亡率更快 很可怕 那再來我們剛剛講到就是醫護人員的部分 那這個是在Thomas Magazine 就去年這樣很大的事情 有一些醫生真的很厲害 有一些偉大的事蹟 沒有每一個故事我都會講 我有印象就是這個Dr. Kent Brandly 我們剛剛有講到就是他是去 他好像是去賴比瑞亞 那後來他很幸運是他回到他的國家 而且那時候有用到一個新藥 一個從菸草做出來的新藥 那時候那個新藥還沒有收到approval 就是說他還沒有辦法可以真正的上市 但是他就有管道用了這個實驗性的新藥 而且他在 可是大家不確定到底是不是那個新藥有這個作用 那就是說在Ebola他治療的一個小孩子 後來痊癒了 那在他生病的時候 他媽媽就說要把那個小孩子的血捐給他 那那個血要捐給他的時候 那個他的同志他的同事 Hippo女士也生病了 他還說要把那個血先給Hippo用 這個人真的還蠻偉大的 然後他後來也好了 那只是說到底是血清血治療的他呢 還是他用了那個新藥 不是很清楚 但是用了血清跟那個Zmap那個新藥之後 他在臨床的主術上面 就是說他覺得自己有力氣很多 他是有走著下這個救護車的 絕大部分Ebola上的車之後 大概都是沒辦法走下來 都是躺著被人家抬下來 但是他是自己走下來 他回到美國的時候是自己走著 走著進去這樣很厲害 那這個好像是 我記得是Cyarion那個獅子山的 一個很勇敢的醫師 他總共也照護過了100多個Ebola 他當時對於自己的這個醫療行為 他認為只要有防護就沒問題 可是他在照護了100多個之後 他還是不幸的得了這個Ebola 後來死掉 所以那時候也是在國際裡造成一片化人 就是說他是他們的民族英雄 他很勇敢的去照顧這樣的病人 也很注重感控 但是還是有運氣不好的時候 這個是這個醫生的這個簡報 這個是Whipo跟Kent Brandy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那個是一個 女的傳教師大概50幾歲 那後來他們兩個都是很幸運 就是有好好的 那再來六話講一下新藥研發 新藥研發的部分就是 其實這個病你看 從196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 那可是到了去年才突然 很多很多的新藥投注下去 當然我相信有一些公司 可能在DMAP去年就已經用上了 他可能再更早就已經有同入研發 可是很多很多其他的藥室 用來做流感啊 或者是做HIV 他們就試試看 因為去年這時候震熱的時候 他們也試驗有一些藥 像那個T-Camp 那個藥喔 你忘記了 沒關係 就是後來才有很多的資源投注下去 那當然這個Dr.Kent Brandy的這個痊癒啊 那到底是什麼 到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讓那個Z-BAP藥 就是馬上就被定光了 就剩的那一點點藥都被定光了 那就全球開始關注 它到底是怎麼好起來的 為什麼西非人會死亡 美國人就不會 那這Z-BAP藥這個藥很特別 它是從這個老鼠 他們在老鼠身上打Ebora 那Ebora這個後來在這老鼠沒死的 存化 也不是沒死 死了應該也可以 存化出這個抗體 他們再把這個抗體 類似一個轉基因的方法 叫這個煙草 持續來生產這樣的抗體 然後之後呢 他們再把這個抗體萃取出來 那是一個類似血清的東西 打到身體裡 可惜這個東西雖然聽起來很新很炫很厲害 是用而且還素的對不對 就是是用草出來的 可是呢 這個煙草他們說後來長太慢了 大概你要等這個煙草從這個種下去 到你長出來你可以收成 那個煙草有時候等一兩個月 兩三個月緩不計及 那其他我們剛剛講 還有很多研發中的新藥 那包括還有這個痊癒者的邪清 不過因為最近沒有那麼熱 有我說這個東西的資訊沒有這麼 沒有在追那麼仔細 其實最近有一些新的藥跟疫苗 有一些新的資訊的release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上網去查 那痊癒者血清呢 這個其實不只是Ebola 包括SARS那時候 那時候我們國家也有一部分的人 有使用過這個痊癒者血清 意思呢就是想要萃取出裡面可以 綜合病毒的抗體來治療這個疾病 那有人認為有用 有人做出來還是有些人太嚴重了 可能用得不夠早失敗 有很多的原因去解釋 那不過這樣子的治療方法 目前在WHO是可以找到該癌 醫生是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去做應對的 那剛才還有講運送病人的部分 像在西班牙 那時候他們的傳教士也生病了 那這些國家 有些國家很怕他們這樣的病人 回到自己的國家 那有些國家 這時候反而是類似一個做形象 沒在怕的就把它運回來 那運送的過程要怎麼樣呢 這些都是要仔細的去思考跟設計的 我們國家也有這樣的傾銷帳 還有這個 這個我忘記這個term叫什麼了 但是我們後來去台南這個應變中心 就是專門做這個應變的 其實他們說感控很不喜歡很不喜歡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很貴 可是你看它的體積很大 裡面很多面 真的沒有辦法全部都插到 或者說全部都消毒到 到時候會是一個很麻煩 那在飛機啊 要怎麼樣去照顧這樣的病人 他要怎麼樣的被隔離 這是很大的學問 這是我剛剛講的 Dr.Clan Brandly 他是自己走下來的 非常厲害 那剛才也有講到這個ethical dilemma 烏國界醫師 我覺得去參加烏國界醫師 真的是要非常有勇氣 他們有 那時候都有新聞release出來 是說有多少這個志願的醫師 有死於伊波拉的狀況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小孩子 在裡面的照護啊 會是一個問題 因為照護人員 照護人力都不夠了 你進去根本也不可能 是有個人在旁邊專門伺候你 你進去裡面 主要除了接受照護之外 你是在裡面被隔離 那他們的爸爸媽媽也有可能 就是進去裡面就沒有出來了 所以在那時候 有發現有很多很多 疫情嚴重的國家 包括賴比瑞啊 獅子山啊 他們街頭就有很多很多的孤兒 那可是因為他們的家人 又有伊波拉 那他們就覺得 那你有沒有觀察過21天了 你真的沒事嗎 他們家人也可能會拒絕照顧他們 所以有很多這樣的悲劇 好 那再來這個故事 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故事 他是在CNN有報導一個叫做 One Woman Hospital 他這個 他應該也是 你沒記錯 是一個賴比瑞亞的一個 女的實習的護士 大概才20出頭 那他的部分 就是他發現他的家人 就是差不多在同一時期 陸陸續續都生病了 那其中有人就是被診斷Ebola 可是當時就像我剛剛講的 醫院根本就沒有量能可以照護你的家人 那Ebola Treatment Unit 也不是說在你家旁邊就有 馬上就可以走進去 那時候在Ebola Treatment Unit 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的時候 這些人基本上就是回家 然後自己想辦法 很多人都是這樣子 那他那時候他就想到一個辦法 就是說 他是護士 他覺得他自己應該有能力照顧他的家人 他就 頭戴這個 黑色塑膠袋 戴口罩 穿手套 然後包括自己的腳 也都用黑色的塑膠袋包起來 然後把他的家人 他還有四個家人都種一波 就一人住一間 然後他就這樣輪搬 一直輪流去照顧這幾位家人 那很幸運很幸運 他四個家人死了一個 我記得他弟弟還是表弟死了 那其他的姐姐爸爸跟媽媽都活下來 那這個故事後來就變得非常的鼓舞人心 那CNN就有報導說 在那時候量能還不夠 資源還不足的時候 大家可以學習他 大家還是有辦法自救的 這個故事我覺得非常鼓舞 那我們台灣自己學到的是 我這邊就開始很偷懶了 就我只做了一張slide 就是光是這一套衣服 還有怎麼樣穿 就怎麼樣穿這個PPE PPE是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個人保護裝置 光是這一套流程 我們就改了很多很多次 然後換了很多不同的材質 我們也希望一直能夠跟上這個 國際的標準 用最好的防護裝置 來保護我們的醫護人員 那其他陸續包括一些醫院端的 醫療應變計劃啊 還有就是針對這個Ebola 我們國家也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我沒有講太多 我們有問題 有的時候我們再問 那要達到這個Zero Ebola還沒有完全達成 那最近在紀念亞是有好幾週 好像是已經沒有出現個案了 但是也還沒有到完全 就是全部都已經說解除這個隔離 所以還是有一些努力要做 好 那要做哪些呢 剛剛我們就提到就是說 要加強我們的衛生系統 那再來的話這些survival 回去的時候 我們的社會也要有一些包容跟 承擔他們這些風險的能力啊 不要再給他們污名化標籤 讓他們可以回到他們自己正常的生活 那再來的話就是在Ebola那段時間 很多國家都不敢 就是說他們要停止跟這個西非三國的這個 貿易跟經濟的往來 包括就是說把國界都關起來啊 其他的非洲國家都很害怕啊 就是說很怕這個國界管理的鬆散 這樣Ebola的病人跑來跑去 那現在就是說 等到這個Ebola都已經過去了之後 應該要再把邊界打開 大家要互相合作 那我的上課到這邊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問題 那我沒有什麼問題想要提一下我會議事 老師要自己問嗎 我會大訪那時候 之前那時候就有一個疑問 那時候我們台灣其實有發生 雖然都是沒有病例 然後沒有檢查 但是有發生了一個南部醫院 有那個病人 那時候是以為是有病人自己講說 他有去過這些地方 後來證實是這樣 可是我都想說 那這樣子剛好是一個 有點像實在演練的一個情況 然後不曉得說 這個事件後來有那麼多訊療者 所以這個病人到醫院 然後再幾個檢查 證實流行當中 我那時候的地方是 美術行 然後後來已經改善了 好 謝謝老師的問題 那我先把老師的問題再理清一下 我記得事情發生的地點 是在高一吧 還是高榮 高雄的一家 醫學中心級的醫院 那那個病人他就是跑去急診 然後是說他自己有去西非的旅遊史 那他有吃猴子肉還是蝙蝠肉 那其實在第一時間 因為那時候正在疫情的這個高峰 大家都很擔心很害怕 那就有立刻把他做一個隔離 然後採檢通報 我覺得在醫院端這個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他們能做的就是這樣 那再來的話 我們也醫這個 因為那時候好像那個新聞很快就出來 因為現在台灣有PTT啊有鄉民啊 我不知道就是這個資訊其實你要蓋 也很難真的蓋得住 媒體很快就關注到這件事情了 那包括我們的這個 很麻煩的部分是EBOLA的採檢 我們還是要送 我們先送CDC 我們先說中央 可是因為做EBOLA要在P4 就是最高規格等級的這個實驗室 我們國家是只有一家在三峽 所以我們還是派了專門的人員 就是他們區管人員 剛好那天很衰 是假日他還自己包了那個檢體 要那個什麼A級 那個A那個盒子要 那個層層的蜜蜂 然後他就坐了那個高鐵 然後去送檢體 那當然後來驗出來也是陰性 然後後來我們就仔細再去對他的HITORY 講的就怪怪的 就是問他其他一些東西他都打不出來 當然後來知道大家 那個新聞的後來就是那個病人 是一個有現在叫做思覺失調 這個病史的病人 他自己back up就是這一些東西 那後來我們檢討就是說 像某一些不同CDC 在不同的地區 我們有不同的區管中心 就是有點像是地方政府 有CDC我們在離大家最近 我們這個是類似中央 我們其他在其他的地方還有分局 類似總店跟分店的意思 那有一些分店就是他們 有些碰到這種E5類傳染病的時候 他們我們從中學到一個校訊 就是我們直接會用那個海關的那個類似 那個出入境移民署出入境管人系統 直接去check他有沒有這樣的HITORY 那後來他們都這個都做完 因為可能我覺得那時候是太緊張了 但我覺得操兵演練沒有問題 但是後來他們就說以後通報這種疾病的時候 我們自己碰到這種 我們馬上要做處理了嘛 我們要先check他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我們會去對他有沒有出入境的這個紀錄 如果真的有那當然你更應該一定要做 那如果真的沒有他又說他有 欸到底是哪裡有問題 所以後來我們在這一塊的檢討 沒有錯太多啦 就是這個人的HITORY有問題 那後來我們去對那個系統就是沒有 後來我們之後就是說 我們碰到這種病的時候 大家學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去對移民署的出入境系統 這樣有回答到老師的問題嗎 可是我覺得這只是一個小地方 因為我們是寧可大家多報進來 有一些false alert 也不要就是說都沒事都沒有這樣子 就是說很怕就是上媒體啊 見報啊或者說寧可覺得不是就不報 我們還是鼓勵大家多多通報 那只要我這樣動一次 之後都一定會有一個檢討跟就是開會啊 很多的報告要寫 那在這過程中我們發現我們的問題 那其實沒有太多損失 我是覺得這不見得是一件壞事 我們剛剛說 就讓我們在房屋裡會感染 是 那這樣子的話 他可能進去產總類似症狀 但其實他會吃一瓜的感覺 那他會隔離在裡面 是不是就在這裡 你是說在我們國家 還是在西非那個setting 譬如說他是醫務人員 反正是化圈類似症狀 但其實他不是感染者 那跟穿PPE有關嗎? 不一定有關 不一定有關 是 剛剛穿PPE都還有可能感染 那你今天只是一絲感染 那你把它穿進去整面 那你穿PPE都會不會有感染 是 是有可能 答案是是有可能 那但是他們當然就是說 目前那個檢驗 當然檢驗會決定你多快嘛 那如果你檢驗能夠做得越快 那目前這是有一些快篩 還有一些在旁邊會有個lab 那他們現在在Ebola Treatment Unit的旁邊 現在是可以直接做lab 因為現在疫情已經下來了 的時候是可以直接做 就不用在裡面觀察那麼久 那在之前的話在裡面 是的 是有可能被傳染的 有可能是因為你不是 然後待在裡面 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承擔風險 但是讓這個其他的community的風險減少 因為在你知道之前 他就是有可能傳染給別人 我們趕快把它進去 當然在裡面的感控 我們可以說可以做好一點 但是你知道在西非那個國家 我說在西非那樣的環境 不要說國家 跟我們台灣我們的期待是不一樣的 那你今天要讓一百人一千人有風險 還是他一個人有風險 這是一個取捨 所以你做的每一個決定 都是ethical dilemma ethical dilemma就是 你做了就一定會有人受傷害 可是不做會有更多人受傷害 目前在那樣子的一個環境 有可能是那樣的狀況 有可能是 那紅衣服的好像是 可是就是如果說 就是照這樣的隔離來看的話 那護士 之前那護士說 怎麼進去裡面會吃人的 說反後許也沒錯 那這樣到底要怎麼樣把人抓進去 就是如果你只是疑似的話 這樣人怎麼願意進去 所以還是要有一些公衛的這個戾氣去管 所以他們會有一個叫做謠言調查小組 他們會有 理論上在這個架構裡面會有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講說 case management底下 有一個叫case investigation 在你確定之前你要做調查 那如果你的家人你有確定的 我們剛剛說contact有一些定義嘛 如果你是定義 那你剛好也有生別的病 也許你是瘧疾發作啊 在那個國家他們這樣的病人 其實進去每一個人都會做瘧疾的檢查 直接你不管有沒有都會先吃瘧疾的藥 直到你證明不是 所以他們是EBOLA跟瘧疾的檢驗跟治療 幾乎是同時開始 EBOLA沒有什麼特別治療 但是抗瘧疾的藥同時吃 我的意思是說 他怎麼樣讓他願意進去 當然就是還是要有一些法律或者是公衛 有一些強制的手段 當然有些人會跑掉啊 就像那個包括在奈吉利自己是護士 他有概念就像他講的 我也不想被關啊 我也不想去跟那些人待在一起 他可能也會跑掉啊 所以但是理論上要有一些強制的 我相信有一些強制的讓他有辦法進去 但是不是無症狀就進去 因為你有症狀你才要進去 無症狀是不需要進去 不會說你今天你家人得了 我就把你關起來 不是 我們做得比較好的話就是說 應該要有一個公衛的量能 公衛的人 公衛不知道是誰 反正就有人要做這件事 他要去問你你發病了嗎 你發燒了嗎 那如果你發燒 我會請你到一個特定的地方 那在裡面感控好不好 我覺得那可以去評估啦 你可以 你也有可以 你不要亂碰 你還是有可能不會得啊 這位同學 一樣的喔 就是我覺得在這中間會有一些很困難 但是還好EBORA是用發病跟沒發病來切 他發病才有傳染力 所以基本上你會被抓進去之後 是你是有病的 對 那當然會有一個等待時間 半天一天 趕快把你驗出來 你到底是瘧疾還是EBORA 如果你是EBORA negative 他們就會讓你出去 他們會有一個走另外一條 還有一個地方可以洗澡 然後再出去 那有多少人是進去之後 然後從裡面被得的 目前還沒有看到這樣的統計 應該也有我覺得 那我想請問 那如果是像那個之前有一個醫師說 他倦怠這樣 就是那就是體溫成高這樣 照看來的定義是說就算發病了嗎 是 對 但是有沒有人在那個時間去看他的病毒血症 到底傳染力有這麼強嗎 他碰過的東西真的都有病毒嗎 不見得 因為你知道畫那個都是一個圖 可能像一點點 可是這可能在他抽血 血裡已經有了 可是你說到皮膚到口水 我想可能那個濃度還不夠到傳染 可能一個病毒跑出來 只做好一個 然後下一個人摸了 他沒有吃進去 總之那個醫生他沒有再造成刺破的感染 我們care是這一點 但是我們病例定義抓眼一點 總比高燒到39度我才抽 那你前面你就會漏掉很大一塊的人造成發病 他們是希望就是說 在這個發現一波拉 有時候不見得是我們認知 38.5度才叫發燒 那38.4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沒事 所以你抓那個cut point的一個問題 然後體溫升高 自覺已經有發病了 也開始不舒服了 有可能只是虛弱 那這時候他最好就不要再跑馬道了 然後做檢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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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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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